别再相信什么韭菜生蚝吃多了就可以壮阳的话 这都是骗人的 很多男人到了中年 那方面能力就开始下降了 这心里就慌了 开始吃各种壮阳的东西 相信那些网上说的壮阳大法 就比如吃韭菜 吃生蚝 吃妖子之类的 但这些东西真的能壮阳吗 就说韭菜吧 虽然有研究表明 韭菜里的心能促进器官发育 维持精子活力 但你想想看 韭菜里能有多少心呢 那一点心甚至没香菇里的多 你能指望它们去补阳吗 再说生蚝 虽然里边还有矿物质 跟人的生殖系统健康有一定联系 但这也不意味着 生蚝吃多了就能壮阳 你得明白 生殖健康跟壮阳是两回事 另外你身体要是不缺矿物质 你一个劲的去补 也是容易出事的 那可能就有人说了 这两个都不行 那腰子总可以壮阳吧 虽然腰子确实可以补肾气 易精髓 但它最多也只能起到宝剑的作用 不可能说一个已经出现功能障碍 比如阳尾早蟹或者硬度不够的人 吃完腰子后 就立马能恢复如初 所以别相信这些什么所谓的补阳大法了 如果你身体好好的 没有出现任何性功能障碍 腰酸腿软身上没劲 欲望减退等情况 那你吃吃倒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 但如果你已经有了上面的症状了 你该做的就是去根据自身情况调理 而不是一个劲的吃韭菜生蚝或者是腰子 那该咋调理呢 只需要记好下面这三点就行了 一坚持运动锻炼 锻炼可以生发你体内的氧气 提高你的机体能力 增强免疫力 另外现在研究也表明 运动可以促进高酮的分泌 所以男人还是需要适当运动一下的 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少抽烟少喝酒 不要经常熬夜 因为这些行为会损害身体健康 伤肾伤肺 还容易影响到你体内雄激素的分泌 三主动就医 如果已经出现阳尾早泄的情况了 那就不要觉得太臊 赶快找医生给你诊断 看看你是啥情况 然后具体情况具体调理 就比如你是肾阳虚 整天感觉怕冷 手脚发凉出现阳尾早泄 尿瓶等症状时 就用点补肾阳的药 比如幼龟丸 贵妇帝皇丸 或者是金贵肾气丸之类的 你要是肾阴虚 整天早泄时间短 总是腰酸腿软 身上燥热 手脚心发热 睡觉出虚汗的 但你就参考些补肾滋阴的药 比如六位帝皇丸 左龟丸 那你要是阴阳两须 啥情况都沾底 那可以参考个阴阳双补的药 比如硅禄二仙胶 也可以让医生看看 你是肾阳须重些 还是肾阴须重些 然后根据自身情况 去调理用药 总之 壮阳大法 只能保健 没法助阳起尾 真出现问题了 建议就近找专业医生 治疗比较好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